小超梦再次发现数值怪 一套小技能顺便满血剑技 只要让这个英雄拿到优势 那么堆现机就结束了 众所说之 联盟每个版本都一些超强数值怪 这些数值怪凭借超高的技能数值 碾压其他英雄 比如之前的齐亚娜 再比如这个我们的百炼民权 而小超梦这本游戏 就是自己玩的第一把新英雄 本来以为堆现机需要抗压 并且很难度过 然而新英雄的操作难度实在是低得可怜 堆现只要Q技能丢得准一点 根本没有压力 而且在出了兴尸以后 剑技就根本没有反抗空间 一段Q丢过去 直接触发兴尸的护盾和额外伤害 只要二段Q也能丢中 对面的剑技就会被直接打掉半血 并且目前新英雄 在上路的程度比中路还要高 因为在上路都是近战英雄 Q也能更容易丢中对手 只要对线7 丢中两三个二段Q 对面就玩不了了 最终小超梦第一把拿压费力 就是11-0的完美战机 全程强势期 对面的剑技根本就对不了线 那么回来看我老爷 你觉得哪个英雄 可以在上路对抗拿压费力呢